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深入的沟通 报道表示习近平在电话当中指出 中乌关系走过了31年的发展历程 达到了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助力 习近平还赞赏泽林斯基多次表示 重视发展中乌关系和对华合作 并且感谢乌方去年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了大力的协助 而习近平还说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 双方着眼未来 坚持从长远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 延续双方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传统 推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还说中方发展中乌关系的意愿是一贯的明确的 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中方愿意同乌方一道 把两国互利合作向前推进 报道表示 针对乌克兰危机的问题 习近平说乌克兰危机复杂演变 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始终站在了和平的一边 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 中方相继提出了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和三点考虑 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布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文件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另外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表示 中方现任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为李辉 他是一位俄罗斯专家 曾经在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斯工作了多年 又任职过中国驻俄大使长达十年的时间 2019年他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班授友谊勋章 报道说履历显示70岁的李辉为俄国通 他自1970年代开始 曾任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斯的科员 驻苏联大使馆随缘三密二密 中国外交部的苏联东欧斯的二密副处长一密 驻苏联大使馆的一密 至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他改认为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密 之后又做过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一密参赞 还有中国外交部东欧中亚司的参赞副司长等些职务 之后再成为了欧亚司的司长 自2008年开始他成为了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 然后在2009年到2019年 他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时间长达十年 报道表示 是2019年年中的时候离任之前 他于该年的五月份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克里姆林宫颁受友谊勋章 报道说 李辉在离任的时候表示 担任中国驻俄国大使十年以来 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的运行 两国元首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深厚的个人友谊 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蓬勃发展 李辉出任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之后 2022年6月份曾经以视讯的方式 出席了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举办的 新时代民主之路的国际研讨会 另外报道表示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在4月26号的时候表示 他与习近平已经进行了一次长且有意义的通话 他只相信这次通话能够促进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 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 注意到了中国准备为建立谈判进程在座的努力 泽林斯基在26号在推特当中表示 他相信这一次的通话以及乌克兰驻华大使的任命 会为中乌关系双边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好再来看一下习近平抗议成果重大 将写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施特报道说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份的时候宣称 取得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重大决定性的胜利之后 中国抗疫取得了重大积极成果 已经被写入了新版的初中八年级的历史教科书的下册 引发了中国网友感叹 我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 报道表示根据网络的信息显示 天津的一名网友在4月24号的时候发布了一段抖音影片 表示他的八年级初中历史老师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写入了新版初中八年级的历史课本 影片显示在课本的第98页出现了一段相关史事写道 2020年一时新冠肺炎突如其来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最大限度的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铸就了生命至上舍身忘死尊重科学 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影片发布者附诸我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 引发了逾四万网友发表感言 有网友写道 这个历史我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事到如今才明白历史书上的寥寥数语 背后隐藏了多大的沉重 影片在4月26号的时候 获得了多家中国大陆媒体的转载之后 在微博热搜词 网友发现疫情被写入了初中历史教材 还有人计讽表示不能让别人写 少一句话中国是新冠疫情感染者最多的国家 报道说习近平在2月16号的时候 主持召开了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会 宣称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决定性的胜利 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还强调这一次的调整防控策略完全正确 报道表示中国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骤然放弃了世界上最严格的清零防控政策之后 疫情快速的蔓延 社会陷入了大乱 民众面临买药难就医难的困境 而中国多省推估8到9成人口感染 纽约时报引述了多篇论文以及专家的意见评估 这波疫情死亡人数约在100万到150万人 但是中国官方的通报表示 迄今为止仅有8万余人在医院染疫死亡 而华尔街日报在4月13号的时候曾经报道指出 中国试图重塑民众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记忆 其手段包含了不公开疫情相关的数据 查尽不认同政府抗议功绩的人 以及不允许举办纪念活动 如今又多了一个写入教科书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五一架有2.4亿人出游 北京发令如果有疫情的话立即滞留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五一架七江界出游的人数在疫情松绑之下恐将大增 中国文旅部市场管理司的副司长李小勇 在4月26号的时候表示 景区或文化场所一旦出现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将立即的全面排查滞留的游客 特别是外省滞留游客的情况 报道说中国今年五一架期是自4月29号到5月3号 为期五天 中国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 在4月26号的下午举行了记者会 由中国的交通运输部文化旅游部 中国的国家卫健委 中国的国家疾控局相关的主管 以及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出席 说明五一架七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表示 李小勇在回答相关的问题时表示 中国的文化和旅游相关活动具有聚集性强流动性大的特点 加上五一架七文旅市场复苏态势强劲 出游的热情高涨等一些因素 长途游团队游深度游趋势明显 都对做好防疫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但是他表示文旅部针对五一架七出游防疫 将重点执行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就是加强预警提示 第二就是加强措施的落实 第三就是做好应急准备 其中将提醒游客要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注意个人卫生 依今年四月份发布的最新版的指引 科学佩戴口罩 同时中国的文旅部将指导A级景区 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 合理控制游客接待上线 加强出入口重点游览点 室内演出场所等关键节点的管理 防止发生大面积长时间的人员聚集 指导室内文旅旅游场所做好 通风换气 清洁消毒等些工作 假期期间并且适当的增加频次 文旅部还表示将指导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结合本地的实际 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并加强与卫健疾控公安公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 一旦出现了疫情 会同相关部门立即全面排查滞留的游客 特别是外省的滞留游客的情况 在当地的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确实的履行职责 而根据报道表示 中国五一假期中国国内的旅游出现了火爆的预定 酒店民宿机票价格随之飞涨 引发了消费者的抱怨 根据中国官方的预计 五一假期中国全国出游的人数超过了2.4亿人次 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加了4个百分点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指出 每年的春节五一国庆假期 都是城乡居民集中出游的时间段 预计今年五一假期 中国全国出游的人数会超过2.4亿人次 超过2019年4个百分点 同时会创造人民币1200亿元的消费 他也表示判断五一假期将会迎来疫情 以类遗管之后 旅游市场恢复的一个转折点 也就是真正的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准 北京市的文化科旅游局市场管理一处的处长李化指出 根据线上旅游平台的数据分析研判 五一假期北京市全市预计接待游客将达到880万左右 较2019年同期增长3% 全市的酒店营业数量大概有5100多家 目前已经预定的房间已经超过了2019年同期的51% 研判今年五一的游客接待量将会远远的超过疫情前的2019年的同期 把他说中国五一假期中国国内的旅游预定火爆 酒店民宿较2019年疫情前增长了4倍 价格也随之的飞涨 引发了消费者的抱怨 综合中国媒体上游新闻以及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 一张2023年中国全国各城酒店五一价格对比表 在4月25号的时候在微博当中热传 表格列举了上百个城市的酒店五一价格和平日价格的对比 还标出了涨价的幅度 其中有酒店的涨幅最高达到591% 还有几个快捷酒店的涨幅也超过了400% 以表格当中排名第一的秦皇岛的利丰酒店为例 平日的价格为159元 无一假期的价格飙涨到了1099元 涨幅达到了591%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家电巨头顾雏君 做冤狱771天获得国家赔偿43万元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针对前中国的家电巨头科隆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顾雏君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省改判部分无罪赔偿议案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维持原来的赔偿决定 向顾雏君支付了共43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以及返还罚金8万元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 国家赔偿法规定了统一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标准 不因赔偿请求人的职业收入不同而有所差异 而广东省的高级人民法院 按照中国的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的日赔偿金额的标准 对顾雏君做出了人身自由赔偿金 28万7千余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14万3千元的决定合法有据 而中国的最高法院也表示 顾雏君提出来的应该按照其收入损失等些情况 所求7千万元人身自由赔偿金和5千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既有规定 不予支持 针对顾雏君提出的赔偿相关财产损失的请求 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 因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 没有针对顾雏君出已缴纳的8万元的罚金以外的其他的财产 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 或者做出相关的处置的行为 不存在国家赔偿法第18条规定的违法侵占财产权予以赔偿的情形 因此顾雏君提出的赔偿相关财产损失的请求 没有适时以及法律的依据也不予支持 报道表示 现年64岁的顾雏君曾经是享誉中国的商业人物 通过多次的收购旗下控油科隆电器等五家上市公司 2003年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为顾雏君颁发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 2004年初的时候顾雏君登上了胡润资本控制50强 同登榜单的还有柳传志丁磊和张瑞民等 报道说顾雏君在2005年9月份的时候 因为涉嫌虚假出资 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 被警方正式拘捕 两年之后 格林克尔从香港退市之后瓦解 2008年1月份的时候 顾雏君就被佛山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以虚报注册资本罪 违反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挪用资金罪恕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服刑7年之后 他在2012年9月份提前出狱 2019年4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君一案 再审公开判决 除了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5年 其他罪名均被撤销 不过顾雏君已经实际服刑7年1个月10天 超出了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771天 于是顾雏君以在审部分改判无罪为由 向广东省的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的申请 广东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 决定对顾雏君予以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28万7千余元 精神损害府为金14万3千元 并偿还原判已执行的8万元的罚金加支付利息 报道表示顾雏君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赔偿决定不符 向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做出国家赔偿的决定 请求按照其工资收入损失等些情况 赔偿起人身自由赔偿金7千万元 精神损害赔偿金5千万元 并赔偿相关的财产损失 好再来看一下陈文青训化香港机制部队 表示要忠诚的捍卫国家安全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中共政法委的书记陈文青 在4月25号的时候会见了香港纪律部队文化交流团的时候 表示判香港纪律部队坚决维护中央的全面管制权 做国家安全的忠诚捍卫者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 陈文青在25号在北京会见了港府保安局长邓炳强率领的 香港纪律部队文化交流团的时候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陈文青指出香港纪律部队政治忠诚业务精良 纪律严明 希望他们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决维护中央的全面管制权 做好国家安全的忠诚捍卫者 香港国安法的坚定执行者 另外根据香港媒体日报的说 交流团在26号的时候将继续在北京访问 上午的时候赴应急管理部 下午的时候则会拜访中国的司法部 好 再来看一下台湾拉拉队在美国比赛夺金 错播中国国歌遭到了紧急制止 来自台湾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在美国奥兰多举行的2023年的拉拉队国际杯 台湾拉拉队拥夺了男女混合最高级组的冠军 在颁奖典礼的时候 却意外的播放了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经台湾领队紧急制止之后 主办单位改播了台湾的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会歌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2023年的拉拉队国际杯是由国际拉拉队联盟主办的 虽然是国际奥运会承认的国际单项总会 但由于非亚奥运会的项目 再加上又是在美国主办 才会导致美国的工作人员误播 据知情师了解 该场比赛完全没有中国大陆的选手参赛 故不可能是被恶意的打压 再加上也非亚奥运会的项目 单纯就是工作人员误播 经过台湾代表团成员的制止之后 大会立即改播了台湾的国旗歌 经过了两天的赛事 台湾拉拉队在男女混合最高级别组拿下了金牌 银牌则是墨西哥 铜牌是由日本取得 此外台湾拉拉队也在舞蹈拉拉队的项目当中 获得了彩球双人组的第九名 以及嘻哈双人组的第七名